1. 打擾一下兩位 應該是從一般而來的旅人吧 抱歉 你們身邊的這隻小疾瘋龍 莫非是你們的夥伴嗎? 尾巴還綁著漂亮的絲巾 真是有精神的傢伙 對啊 我們剛進納塔就遇到了 他叫小尾巴 最近都和我們一起旅行喔 在一起旅行嗎 不過是我僭越 那是相當危險的行為啊 人和龍一起旅行很危險 在納塔 人和龍一起生活不是很正常嗎? 難道是旅行這件事很危險 小尾巴不能夠長途跋涉嗎? 也不是這樣 多走走對任何龍和人都有好處 恕我直言 只是你們的小疾瘋龍 小尾巴不太一樣 抱歉自故事的說這麼多還沒自我介紹 我的名字是曼科 是龍遺物研究協會的研究員 負責考察一些不足的風俗 簡單來說也就是探究不足過去習俗的研究者 小疾瘋龍的名字我知道了 兩位是 我是派蒙 他是旅行者 真有活力 看來派蒙和旅行者把你照料得很好喔 那是當然的啦 我們一起吃了好多好吃的喔 對吧小尾巴 跑走了吧 好像有什麼感興趣的東西 莫非他跟這裡有關係 真可惜啊 明明是這麼有活力的小疾瘋龍 不要用這種語氣說哈 抱歉恕我不善言辭 我也是真心感到遺憾 我開門鍵上來說 你應該已經看過不少小疾瘋龍了吧 可是小尾巴跟他們都不同 腳上的紅色印記 那不是普通小龍會有的印記 實際上在這在記載中被稱為燕祖之柱 修庫特爾 怎麼說呢 也有這個印記的幼龍往往具備不可思議的力量 力量力氣比較大啦 有的快啊 或者跳的比較高 聽起來不錯 但之前就說了 那是燕祖之柱 不是他們自己的力量 那是來自更遠古的隆重力量 而現在納塔龍的身軀已經無法承擔那樣的威力 而大陵和夜神之國 也都排斥這樣的力量 不願意接鑽他們 所以在存長過程中 他們或許會因為這個力量死去 也或許會因為如此喪失理智 兩者都很危險 或許你應該把他交給回生之子 他們會妥善處理他的 句子裡有個很冰冷的詞 恕我嘴酌 但交給當地人是個比較好的選擇 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不過你還是不打算放下對不對 我不會放棄自己的夥伴 好吧 女人 我看到你的決心了 我不知道應不應該告訴你 畢竟這也是納塔在地人才知道的秘星 如果你想試著拯救他 就必須帶著他踏上前往火山的朝生路 傳聞中 部族的勇士會帶著被一分為由的信物 在大火山中洗去自己夥伴的姓名 被死去之龍惦記者的名字 死去之龍也就是修庫特爾 然後在那裡讓夜神之國重新接納自己的容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因為現在六大部族的人已經不會 也無暇去做這樣的嘗試了 但你不一樣 你是一般的旅人 不被部族成就的觀念所束縛 如果你能成功就可以證明那些古物的名客 和險些化為塵土的枝卷所描述的 直到今日仍然確鑿無疑 這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試的話 我就為你找到信物所在之處 你也可以救你的夥伴 聽起來是個雙贏的局面 好 那等我找到說好的地方我會再聯絡你們的 或者你們也可以來找我 我最近會在回生之職那邊考察 再會了朋友 好這邊會跑回生之職喔 所以任務之前任務就是會 比較交錯 然後他就離開了 真是的小尾巴下次不許亂跑了 對了 旅行者剛剛那個部族人走了嗎 他沒說什麼奇怪的話吧 我們把事情說出來了 也就是說其實他現在生了病 然後我們需要的東西在火山 然後幫他治病 他一副沒有聽懂的樣子 不過沒關係說不定在長大以前 我們就咻咻咻的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就可以讓他長健康的長大了 真不知道那個人可不可靠 反正只要是找什麼信物的話呢 旅行者我們也可以到各個地方找找看吧 說不定我們可以比他更早找到 小尾巴 你也一起來吧 再應許一望之間喔 這感覺是一個長篇世界任務 OK 沒想到吧 來傳送門先打開 觀景點喔 追逐勝利與榮耀的戰場 競技場 曼科在這邊 他早上的首領 他早上的首領 這件事沒有商討的餘地嗎 我說曼科老兄啊 你沒有聽地圖兄弟說過嗎 這件事已經快五百多年沒有人做過了 就算你找到可能的入口 那又如何 歷史上踏上這條路的人和他們的夥伴全都沒回來 聽好了 是一個都沒有 恕我直言 那個龍遺物研究協會的傢伙在那裡 旁邊那位好像是回生之子的首領 喂龍遺物研究協會的 是旅行者派蒙還有小尾巴 歐 尾巴上綁紅失禁的小疾風龍 好有精神的傢伙 看起來感覺就不太一樣了 來再來一下 真不錯你就是小尾巴 那你們兩個就是小尾巴選擇的勇者了吧 旅行者和派蒙 你們的名字最近出現得很頻繁 不僅曼科老兄一直在講 連地圖那傢伙回不足的時候也有提到 畢竟我們把任務完成了 你們最近的四季都已經算是傳說故事了 而且回生之子的小傢伙們 也都受到了很多照顧 不用太感謝我 了不起的年輕人 曼科老兄為了驗證你的想法 就要把他們推進火坑 這不是回生之子的代科之道 至少這不是我的 我幹不出這樣的事 你們在說什麼啊 什麼危險火坑的 抱歉 請我來說明 讓我來說明吧 還記得之前說的嗎 為了解除驗祖之助的標記 必須帶著兩種信物前往火山 其中一個信物就在回生之子外的遺跡 只不過想要進入那裡也有條件 根據過往的慣例 當然了這個慣例 還是我剛剛翻之物找到的 畢竟已經很久沒有人想做這樣的事 如果想帶自己的龍夥伴前往火山洗禮 起去驗祖之助 就要從各自部族的首領那裡獲得認可 小尾巴是隻小疾風龍 所以就要取得回生之子的首領的承認 那不就是你的認可嗎 沒錯但說實話 這規矩對一般人來說到底有沒有效果也不知道但是旅行者 幾百年來有很多勇士想讓自己的龍夥伴從這個血脈中的 比起祝福更像是詛咒一樣的東西逃脫 但沒有一個人成功這也是後來部族裡逐漸荒廢這項傳統的理由 居然一個人都沒有成功嗎 對就這麼危險 而且據說在取得信物前的試煉中不僅是決定前往的勇士就連龍夥伴自己都要接受考驗 雖然你們不是部族人但我還是不希望你們白白送死 所以旅行者我還是建議把小尾巴留在回生之子吧 這時候可以保證在他進入夜神的國度之前我會好好照顧他 可是可是這樣的話 就像我之前說的他沒辦法長大了 看起來他不是很希望這樣的 我想試試看 即使很危險也是要嗎 沒錯 小傢伙你呢 真好無比堅定的眼神 堅決卻能夠感受到內心的火熱 真是猶如藍樹岩一般的好傢伙們 好吧那我就承認你們有前往火山朝鮮的資格吧 那現在是不是可以去找第一個信物了呢 還不行 取得的資格就要接受見證人的試煉 按照古老傳統 勇者與龍必須一起取得樹林生畜 御咬 捐的羽毛並 獻上一打獸品 必須一同位不足贏下50場對萬戰鬥 獻上96顆品質上的寶石 可以換戰成摩拉嗎 算啦貓文科老兄你所有都是哪一年的老實力了 那些本來就是為了培養龍和人的默契增加他們的實力 才必須遵守的繁文入竭 我已經受過那些了 更何況旅行者和小尾巴看起來並不需要那些東西來證明 換一些簡單的方式吧 旅行者在納塔 人類遇到 這種狀況的時候有一種最方便快捷的方法 和我打一場 向我證明你和夥伴的實力吧 正合武力吧 在這裡開打嗎 難道又去舞台上打 當然不是 舞台是沒辦法鑽來鑽去的 回真之子的戰鬥場 決鬥場在後山上 來吧我們去後山上 痛痛快樂打一場吧 OK還好 還好沒弄 來吧戰鬥開始上把烏丘 我可以附在他的烏丘上 這樣算不算作弊 秒殺 好誒贏了了不起 旅行者 一不得意的樣子 即使是現在不足以最強的戰士恐怕也打不贏你嗎 這還真是輸得心補口服 被一隻小傢伙打敗的感覺怎麼樣老兄 看來我們還要多多鍛鍊 這是見證了一場精采的決鬥 曼科老兄啊 你這傢伙不要老是在旁邊說這些漂亮話 怎麼樣 不然你也來下來打一場 啊不 我就對此驚蟹不明了 唉無聊的傢伙真是一場爽快的戰鬥啊你 實際還不是蓋的 你也不賴 這種可憐人能誇獎就免了吧 不過要是我再年輕一點 誰勝誰負還不知道呢真可惜 要是年輕的時候可以和你打一場就好了 哈哈小尾巴看得出來你有被他們好好照顧著 那是當然了小尾巴可是我們了不起的夥伴呢 既然如此我就放心了 好了說好的 不足手銀的證明拿去吧 就是這個 OK 學名叫什麼東西曼科老兄 忘你發言了 瓦薩克拉胡巴肯的護符 盜火賢者的護符 對啊胡巴肯就是盜火賢者 這個名字我永遠記不起來 不過我永遠記的是在火龍王死去 而最初的火之神從烈焰中蘇生之後 盜火賢者與最初的火神各自從火山中帶走了一枚信物 取得兩枚信物之人就能進入火山內的靜火 除卻一切詛咒與災惡 但這個盜火賢者到底活了多久呢 曼科老兄 感覺從部落時代到澳齊卡納塔那時 就連馮影珍那死你都他的傳說 也許有傳承者吧 畢竟是第一個會使用燃樹的人類 出現在傳說中的人物不管會變什麼樣都有可能吧 有人說他已經把身體與靈魂都燃樹化了 和納塔的風大地與花融為一體 能夠傾聽不足人向他祈求幫助的聲音 也有人說其實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人 繼承盜火賢者之名 一代一代 甚至傳言 今日也依然有盜火賢者的傳承者 但恕我直言 其中大部分都是敘事人的一策罷了 聽到你這樣講地圖可要生氣了 好啦我該做的事已經做完了 不對按照傳統的慣例還有一件事 那就是為踏上旅程的勇者和他的夥伴們 獻上祝福 居然還有這樣的儀式嗎 其實就是一些討個好彩頭的話而已 那麼 旅行者和小尾吧 祝你們能夠像零次最硬的鳥籃那樣 飛過一切山巔 祝你們能夠像最堅強的玩石那樣抵 擋惡浪的奔流 祝你們不會艱險 因為世上注定有諸多的艱險 祝你們不忘彼此因為命運之中中有離別 祝你們能夠抵達想要到達之處 能夠得償所願 然後最重要的一點 也是我最希望的一點 祝你們可以平安歸來 他怎麼會被那麼熟啊 我會的 那我就沒有祝福嗎 對耶小排萌 那就祝小排萌吃好喝好睡得飽飽的健康長大吧 也不錯 那我就勉強接受這份祝福吧 那見證人的儀式結束了 在你們出發之前我還是要說 一定要小心啊 再見 OK 傳說中的勇者傳說 既然已經拿到證明了就可以去拿到火箭者信物了 自過往的儀式 提示OK 距離的話 在那邊 就是這個杯嗎 我們那時候在探索的時候也是有看到的 那麼特別的東西怎麼可能會沒有 這個是絕對有的 這也是我之前有檢查過 然後那時候在這邊好像繞了一個石塊跟 一個寶箱吧 好像是 然後那些磚鑽下去的地方我都已經試過了 唉不曉得了 我是覺得我已經盡我的全力了 只是沒想到 才這樣 這就是遺跡入口吧 有兩隻深淵的狗狗在這邊 當時是沒有的 來吧 把信物放上去嗎 接下來的故事交流連貫為確保能有最好的體驗 推薦在時間跨越的情況下進行 繼續任務 我們別無選擇 原來這下面 那個就是那個什麼盜火賢者的遺跡 不過那個入口似乎被什麼奇怪的東西擋住了 果然如此 盜火賢者的事件從這裡就已經開始了 你上來就用到穿強術 沒有吧應該是跟這兩個有關係吧 那瓶障恐怕很難打碎吧 恕我直言還是要用正確的方式開啟那個瓶障 你每次都在講這句話 恕我直言 根據部族李古捲留下記者 這旁邊不是有機關嗎 那位盜火賢者似乎非常相信人們可以引導龍 遠到比遠古的巨龍還要輝煌的未來 可能正是因為他將燃獸的使用方式 自龍類那裡盜取而來 才始終對此心懷愧疚 也希望人和龍能夠平等相處 大概是基於這種心理 他遺留在此的信物 按照古老之捲上的說法 人龍各居齊尾 一人站一個位置 怎麼會聽不懂啊很好理解啊 恕我嘴酌 這句話一直就是人和龍要站在各自應該站在位置上 但如果想要龍也能做到人所想 是非常之難 這也是為什麼不足的試煉你需要培養人的默契 來吧 氣勢是不錯那麼 試著看看吧 在於小極多豐龍夥伴一起冒險的過程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在這場試煉你可以切換到小極多豐龍夥伴一起冒險的過程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在這場試煉你可以切換到小極多豐龍夥伴一起冒險的過程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在這場試煉你可以切換到小極多豐龍夥伴 直接直接換位置 然後人是要站在這個位置上 這個時候呢按T鍵 成功了代表補卷中的記載是正確的 那麼希望你能在遺跡中找到一些東西 那 很明顯的呢 這裡就是菅義俠 菅炎 艾骨的 判鎖度喔你看 我們才開啟這個地圖也就96%了 呵呵呵 看來100%是有機會了吧 酷勒 那跟我猜想的一樣喔之前的這個 就是因為有些任務沒有開啟 97%了 呵呵 還好我探索能力並沒有被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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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步 我最擔心的是這個 太高了嗎沒關係這時候只要報警旅行者就好 牽著我的手也可以喔 你牽的話你應該會被他拉下去吧 這個你的 存在能力應該沒有那麼強 就這樣喔 獸龍所選者打開此門進入門廳嗎 我一直在想 這個對話框在講的 這個跟我們對話的人是不是就是 所謂的那個 倒火賢者 有可能吧 看來那邊才是真正的遺跡路口 和剛開始的地道路口一樣也有奇怪的屏障 對那就跟遺跡路口一樣 旅行者要到左邊的黃色裝置下面 小尾巴要想辦法到右邊了OK 這邊應該會有些解謎喔 而且路線不太一樣 沒關係的小尾巴就算要稍微分開一下但這點距離還是可以互相看見的 你如果覺得害怕的話就對我們舉手大聲叫 我也會向你招手的不要害怕喔 呀 學他叫 不要學小尾巴說話 萬一真的壓出什麼意思了害小尾巴誤解怎麼辦 你這傢伙倒是一覺就開心起來了 真難理解你到底什麼時候會開心什麼時候會害怕呢 看來精神還不錯好了 我們去打開大門的屏障吧 等到屏障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在大門面前前面會合吧 我想旅行者這 你看就是這個十字的嘛 你看你看你看 我們那時候探索不是有遇到類似的東西嗎 然後無法處理嗎 就算要任務嘛 這邊按下去之後會打開這個道路喔 然後這裡還有神筒喔 這下100%我相信是沒問題啦 有機關被埋住了嗎 那麼 讓小尾巴也處理看看 小尾巴不能跳耶 小尾巴不能跳耶 沒錯然後我們先切換為我們的視角 然後這裡的話 點來看看 出現了一個道路 重點是小尾巴 喔小尾巴可以直接 爬上去吧 我在想什麼 這不是很簡單嗎 快要100%然後腦袋開始不正常 對 我們可以站這裡喔 然後我們再切換成 旅行者視角 這裡的話我們可能要先把它切換成 OK 這樣就可以了 開了 就知道這種機關對你們來說更不是問題啦 好啦還是卡了一下 呀 嘿嘿小尾巴你搬到了不起 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他變得很可靠 有種開心的感覺 感覺一塊都可靠了他會生氣喔 才沒有呢你也不許同意 可惡才誇到你們兩句 我嗎我沒有生氣也沒有想哭啦 好了好了我呀就是了呀 稍微有點心意相通了 待在一起久就是這樣啦 有時候看到你伸手往背包裡拿材料的時候就知道你想做什麼料理了 大概是T滑車煎蛋然後就猜中了 壞萌好可怕 我還有很多真正可怕的地方你還沒領教過呢 說了說了就有點餓了 還是快點找到信物吧找到信物然後為了慶功大師一頓 那就繼續出發吧 為什麼盯著那邊看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嗎 不就是那個 明客嗎 眷光明印 與此立是吧 西巴拉克 斯巴拉系 西巴拉克 斯巴拉系 成生浮土以庇佑眾生者 成瘦火種以光耀眾生者 其足義 碩火而歸食不可有人阻攔 好喔 他過得來嗎 還是我們要操控他 沒有他直接鑽過來了厲害 那個我們可辦不到 好傳送錨點 好傳送錨點 這裡又是哪裡呢 還是第一次聽到小尾巴這樣叫呢 不過壁畫真的好大 我看看 上面畫了兩個人手上 各自拿著一個圓滾滾的東西 不對怎麼有個人的頭長得怪怪的 那一隻應該就是 龍吧 或者是 夜神之國的 主人嗎 這麼一說好像是長了一個龍頭呢 我看懂了其實就在說一個人跟一個龍各自拿了兩個金色大環 還有等法環 總覺得前不久還剛聽到什麼兩個人各拿什麼東西走的故事 就是兩個信物嘛 初代火神跟盜火賢者 莫非盜火賢者是龍 我就說剛剛感覺剛剛聽過嘛 可是如果真的這樣那不就在說盜火賢者和初代火神中有誰是龍嗎 先排除初代火神所以對啊跟我想的一樣喔 我記得你在那個福島上有看過一樣的金色花紋 所以我們剛進納塔的時候就掉到那個地方也是這個盜火賢者搞的鬼 其實和龍有關嗎 獸龍所選者 也就是說那時候其實不是被倒在這裡的大吉風龍選中 而是被這個盜火賢者選中 也許是被小尾巴選中 這也是有可能啦真奇怪 獸龍所選者向前吧向前吧 穿越左右的廊道道道路面將在眼前展開 又要分開了 金色的花紋說 要從兩邊穿過去嗎不過兩邊的門看起來各有個屏障和不同的機關難道說要人走一邊龍走一邊的意思嗎 當然喔 從前面就是這樣子後面 這這事就連看都看不到小尾巴你覺得困難嗎如果困難的話我們退出也可以喔 實在不行的話就等於準備好了我們再去反正這個儀器又不會長腳跑走 不要勉強自己 他還是要幹 真是勇敢的小傢伙 不過遇到危險的時候一定要及時逃跑沒有什麼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 保障也不行 我相信你 不要做這種他無法理解的話 OK 觀景點 歷式的壁畫 我現在還是處在這個尖石艾骨嗎 100%了 100啦耶 所以 沒問題嘛我探索沒刺嘛 嚇死 不想說我探得那麼勤了很多秘密我都找到了怎麼可能沒100啊 真是的 好切換成這個 小疾風龍的視野 這樣子的話門口應該就開了吧 然後我們就要擱置進去了 馬上鎖起來 小疑吧 這邊沒有語音是因為我們每個玩家的命名不一樣喔這個聲又不可能 全部講出來 鐵棟棟棟板攔住了壞 不能哭要找找其他路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小鬼爸的心聲 可愛 這個名字我覺得取得不錯 砍在那邊自吹自擂 老王賣瓜 好有神筒喔 綠色的綠色的在那裏 好有神筒喔 綠色的在那裏 這一關是可以破壞的岩石 吃搭搭 花啦啦 討厭佩佩 他討厭水 我們先 把這個岩石打碎看看 搞出了藍樹燈 然後這裡呢 精緻寶箱 共振喔 全部都在旁邊喔 這麼簡單 正正大石頭睡覺 小尾巴搶 漂亮 這樣子就有路了 好 順便看一下一路走過來有沒有裏漏掉什麼東西 即使我們已經擺了喔 我還是會盡可能的去拿到我們所拿到的 好 畢竟 探索就是這個遊戲的本質 也是我喜歡這遊戲的點 每100%會氣餒啦 但是如果真的哪天遇到了 我可能也是 我可能也是就是笑笑的 再想想看怎麼辦吧 這樣的感覺 這邊全部炸開之後呢 有這個寶箱噴出來 等等啊 上面有沒有東西 應該沒有吧 好這邊又要共振了 這邊很怕你的藍術不夠喔 他會一直幫你補充喔 掉這些甲蟲讓你撿 好應該都斷掉了 下去了然後就可以拿到神筒了 哇骨牌效應喔 空 嗯 好像沒辦法站著前進啊我們有拿到神筒嗎 應該有吧反正神筒不見了 笑死 怎麼會這樣 好那我們這邊呢 碰到射箭的話便會使燃樹 一太燃樹短暫上湧 碰到岩漿的話岩漿就會上湧 是嗎 好 好 藏了一個 神筒在這邊 碰到線我想也不可能往前走了 所以 我們先上樓看看 一個精緻的寶箱直接送給我們 我們可以飛過去 我們可以飛過去 這邊可以走 喔唷 躲紅外線的遊戲內 在我密室逃脫吧這個 沒什麼問題啊 沒什麼問題啊 關掉 沒錯 門開 合理喔 目前為止都還算是容易預測的 這邊可以操作 然後 這裡是我們剛剛進去的地方 往上跑然後有個珍貴的寶箱 OK 變成了一條路喔 然後還有方石頭睡醒了 橘高高 OK 所以 另一邊的話呢 我們先切換到小疾風喔這裡 我們先 就直接往前走就好了 來 先走 小心喔 最後的陷阱 上面還有兩個火元 各兩側都還有兩個火元素杯喔 好吧 我們先把佛倫換掉 因為我們的生命之氣效果消失了 這裡換消攻好了 好 好 好 怎麼這樣都點不亮嗎 要是有什麼可以同時點亮的方法 那很簡單啊 我們讓那個 岩漿淹上來就好了 這樣可以了吧 好 沒錯 對面的話好像沒有東西吧 對面的話好像沒有東西吧 再噎一次 這時候趕快打開 OK 我們看一下這邊 底下 確實是沒有東西喔 這裡也是 這什麼 為什麼要讓他離婚 好吧 意義不大吧 解除機關 好 我們怎麼 喔剛剛那個是 讓小尾巴這邊繼續這平台繼續往前走 拿蘿蔔豆 綠色的綠色的 我們要踏在上面 OK 這裡又一幅壁畫上面寫的是什麼呢 一隻大黑龍樹 和什麼奇怪的人 他則是龍喔 受龍所選者向前吧伸出手來 看清 另一切泯滅的罪孽 怎麼了 你為什麼對著壁畫發呆呢 我們向他伸出手 你親眼看到巨大的雙刺之外界而來 那原本光輝偉大的身影如此可悲 竟已完全沉入恐怖的陰影 漆黑的火焰撩騷大地 以至於白樹也近乎枯竭 最後的死者其漫光的輪廓一支離破碎 只能寄生於根脈斷絕的產業 遠古的戰場帶來的只有毀滅 在那之後 魔影重重 邪暗深藏 污秽湧 我有夜中的殘夜發出為盲 在那之後 我有夜中的殘夜 隨著溢海 的涟漪 搖曳 然後你看到了別的東西 很快你就意識到那不是你看到的 你終究有一天會理解 耳邊有人用似是而非的聲音這樣說 彷彿一聲輕笑 但你知道這不是在對你這個本人說 你看到整個城市的毀滅 建築的倒塌 灰白的巨石在半空中被擠壓化為災粉 你看到瞳孔被刺穿的巨龍 與一個小小的人一起從高處墜落 和整個世界回盪起悲傷的歌 由諸多龍 重痛苦 的哀鳴 所撲血而成 你看到全身仿佛被火焰包裹的男人 自己 死之龍 自已死之龍的心臟中重新站起 初代火神嗎 你沒事吧從剛開始就移動不動的 看到了很難說明的景象 是嗎我怎麼沒看到 明明看的都是同一幅畫 難道你的感受力比我強嗎 是小尾巴的聲音 是不是從那邊傳來的 不會出了什麼事吧 我們要過去看看 又一個珍貴的寶箱 給的非常的多 我們早早就100了 看來我們探索工夫下的很足 就是因為沒有發現這個任務 就是這樣而已 又是兩個不同的道路 跑過來 差點跌倒 然後剛剛好就符合壁畫上的東西 變成了個階梯而且漩渦 看來接下來就往那邊走 穿過岩漿的路出現了 看來這個試煉馬上就到尾聲了 龍遺物研究協會的傢伙和回生子的大胖子 說得那麼危險看來似乎也沒什麼嘛 那就請派你們往前跟他們開路吧 哇下面看下去生不見底我們是好夥伴當然要一起啊 然後你先走 小尾巴你看嘿嘿我們已經快成功了 你也看到奇怪的景象了嗎 別害怕 還有我和潘王在喔 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旅行者說的對 不管發生了什麼還有我們在 小尾巴終於有點精神了 看來我們可以繼續往下了總覺得這地方很危險 獸龍所選者前進吧抹除外界之敵 然後得以進入最後的樂圖 下面好像的確有危險 又是金色花紋告訴你們的 好吧那旅行者我們稍微休息一下等做好準備再下去吧 金色階梯的鏡頭似乎是危險的戰鬥 即將進入較危險的戰鬥為確保更最好的體驗請將戰鬥準備完了再繼續 這才特地的提醒你啊 我們當然是 其實我覺得消攻應該也可以 那沒關係我們把撲人拿上來吧 畢竟是強勢角色 明明都是八十等嘛 這次是岩漿裡 不會出現我們走到一半這些岩漿就掉下來吧 好啦好啦開玩笑啦真的掉下來我就一手你一手旅行者把你們全部都拉起來飛起來 哪可能 那麼小隻 好帥喔 而且你知道這階梯代表什麼嗎 我記得這是跟那個 因為之前我玩FGO然後有個那個什麼 一個鑰匙的鑰匙那個叫什麼 阿 叫什麼名字 我已經忘記了 阿比喔 什麼蓋蓋什麼鵝的 算了忘了 我記得是通往罪孽的 國度還是什麼也是這樣一步一步踏著光之階梯慢慢往下走 這個傳說 阿比蓋兒吧好像是 哇沒想到岩漿下面是這樣的場景 我們在 很地下的很地下 所以那個誰都記不住名字的盜火賢者把信屋藏在這裡嗎 不對 在此處 我與西巴拉克立下誓約 從此放手人與龍的未來然後然而然為因影之敵不可饒恕 獸龍所有人面對強敵吧證明你可以從此處踏上聖山 聖山就是什麼 來吧 怎麼回事突然症惡寒 有什麼東西要出現了 奇怪的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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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傢伙是指後面的吧 飛來飛去的 淵石黃金 喔靠腰是他喔 哎呀 我沒想到是黃金王獸這樣子有點難喔 因為 要岩屬性啊 野心種ces 菜籠 inform喂 稲妙能吹是戰術的 果然沒那麼簡單 鎖血了 他把身邊那些漂浮的東西全部吸收了 小尾巴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在打他 哇 太猛了吧 這就是他的能力吧 這個受到詛咒或是祝福的這個能力 哇 剛才小尾巴看起來好厲害 然後是覺醒了什麼彥祖的力量之類的 看起來真的很厲害喔 你還好嗎 剛才戰鬥的時候真的很帥氣 放上大忙了 非常了不起 他真的學會能力 看起來好像不是小尾巴可以隨意使用力量 不過按照曼克的說法這種力量還是少用微妙吧 所以那個名字南基的怪傢伙 到底把信用藏在哪了 我現在只想趕快點把帶小尾巴離開這裡 好 觸碰這個眷光名義 然後我們離開了 獸龍所選者向前進見 是過往的啟示 主義最後的淨土 這裡才是真正保存新聞的地方 這裡好安靜 我還以為那個教導火賢者的家伙 會在這裡等著我們 現在看來他也不在嗎 這確實是蠻漂亮的 拜獸吧 拜獸吧 為P.O.眾生者 拜獸吧 為P.O.眾生者 為光耀眾生者 前來進見 獸龍所選者 前來進劍 為名眷之時已至 不知道那個字是不是念眷啊 前來進劍 獻上氣服 氣服是指什麼呢 以此獲得踏入聖山的許可 這塊石碑突然就亮起來了 觸摸石碑 金色的紋路閃爍光亮之時 一些迫色的畫面自你腦中之浮現 巨龍的眼瞳在人之子的劍下一分為二 分裂的精硬刻寫於白盤之中是錯分的翹孔 其一被嬌羽隱隆的白爪 其一被嬌羽附身的屍骸 其一埋於聚杯之下 而其一受吞鋼壁者的負重 一塊白盤出現在你的腳下 另一塊白盤被陰影遮蔽 當遮蔽者練起雙翼 你才能看得到他收攏樹立的瞳孔 你聽到聲音說 偽哉偽哉 萬年的帝國 奧齊卡納塔 所以納塔的全名是叫奧齊卡納塔嗎 你看到站在空王座前的人 撿起那塊白盤 轉頭望向你 舉行者 醒醒 快醒醒 石碑瑪叫我們 啊 終於有點反應了 剛才你把手放在石碑上之後 怎麼叫都沒反應了 不過你看 地上出現了一個刻著金色穩穩的圓盤 這應該就是我們要找的信物了吧 精硬刻寫於白盤之中 嗯 你在說什麼 只是有點恍惚 畢竟今天做了很多事 你大概是覺得累了吧 等我們回去之後好好休息一下吧 這個信物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大圓盤 這樣的話 壁畫上一人一龍拿的也都是大圓盤 總之我們成功獲得一個信物啦 帶回去給曼科那傢伙看看吧 呀 好 那在應許遺忘之間 這個長篇之間就完成了 太陽之金以及血液 通牒金盤 然後這裡給了一大堆寶箱 爽 這款已經100%了 但是能夠一直拿還是蠻爽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剛剛拿到的 關鍵任務道具吧 這盜火賢者遺跡中取出的白盤 是前往圖蘭大火山去除小吉隆蜂蜂身上的 燕祖之柱的所需要的信物之一 金色的明印紋路卷刻在白盤之上 在觸摸白盤的時候 似乎能夠感受到其上的紋路有如 神明般微微鼓動 真正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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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目前為止我們才拿到一個 所以 然後呢 我們要直接傳送嗎 還是 我們現在 也不曉得我們身在何處 這個地圖是沒有顯示的 曼科我們回來了 呀 這還真是一陣苦等啊 等待的時間越久 實不相瞞我的心情就越焦慮 雖然提出建議的人是我 但若是你們進入遺跡無法歸來 我實在是良心難安 但恕我直言 又來了恕我直言 說的是我眼左 你們應該找到 盜火賢者留在遺跡裡的信物了吧 費了翻功夫 我就相信你們一定可以成功的 呀 你看就是這個像圓盤的東西 啊通蝶金盤 傳說中的通蝶金盤居然是真的 太好了 我一定要記錄在我的研究成果裡 原來這個東西叫做通蝶金盤啊 是的 恕我冒昧 我真的太激動了 據說這可是那位盜火賢者 親自經手的東西 剛才有一瞬間我想要把這個站為己有 作為傳家之保之類的 那可不行 這是我們要拿來救小尾巴的 我知道 不過 新聞的線索我也只知道這枚 另一枚究竟在何處 我就不清楚了 奧奇卡納塔 恕我實言 你是說奧奇卡納塔嗎 我們把在觸摸十倍時看到的畫面 跟他形容一下 居然在奧奇卡納塔 那是花雨會北邊 隔海相望的一座古城遺址 若是奧奇卡納塔 恕我抱歉 我愛莫能住 那裡不僅是不足人的禁地 更是龍遺物研究協會的禁地 據說許多年前 曾經有龍遺物研究協會的組織成員 受人委託前去調查 就像石頭沉入水中那樣 再無半點消息 至那以後 我們協會就不再插手任何與奧奇卡納塔相關的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塔 不是納塔 我一直以為是跟納塔有關的名字 沒關係 知道這些已經足夠了 至少我們有下個線索了 我要再多感謝你們 能夠看到通牒的金盤對我來說 真的十分重要 不行 我必須趕快回去把這些記錄起來 再次感謝你們 旅行者派蒙 祝你們的旅程順利 然後也祝願小尾巴 祝願你能夠去除彥竹之后的印記 再見 在旅程終點 在所有靈魂的歸處 我們一定能夠再相見 好 那這樣子就是整個長篇世界任務的流程 那這個呢 也是我剛好在這個探索 萬火之歐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最後面呢 到達這個 村落的位子 才發現原來我這個任務是回來的 其實我就在猜想 當時在金盈艾谷 努力探索的半天 卻只有到94%的時候 我是真的覺得是有跟任務觀點的 果然不 果然是這樣沒錯 這邊確實是 確實是還是要去其他地方探索之後呢 可能還有機會 所以 我想在未來的探索裡面呢 如果 尤其是前面一開始接觸的那幾個區域 那如果真的沒有100%的話 我想也不用太過於焦慮 也許真的是在某個其他的區域的任務呢 那導致呢 你也沒有辦法100% 所以 OK 我想 我非常滿意吧 至少尖岩艾谷是完成的 那接下來呢 我會繼續這個萬火之歐的 探索流程影片 那這個長篇制任務 因為他的長度的關係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我會把這個影片剝離出來 在這個萬火之歐的探索流程裡 影片裡面是不會有的 特別分離出來 因為畢竟 專注在一個任務上的影片呢 我覺得也比較好看 好 那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Mela Kirby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